天气转凉进入秋冬季 现代人工作忙碌压力大 不少人经常熬夜 中医师指出 其实这对肾会造成伤害 关键在于黑色食材 若能提升免疫力 可帮助修补组织 补养肾气减少肾虚 在这个季节里面 因为温差可能大 但你衣服的穿着 要特别的小心 尤其是早上起床 因为温差大 让你的血压会瞬间升高 今年51岁陈先生 近期只要天气朗 夜晚睡觉时手脚会麻 再加上本身就有三高状况之下 现在不要控制 有时候会熬夜 但是就是天气冷的时候 会发现好像常常压 同一个姿势久了 会手脚酸麻 如果以五行来讲是属水 那以五色来讲是属黑 那黑色的食材在这个时节 可以是对我们的身体最有帮助 那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要补肾 那补肾的食材要食良用 芝麻它本身有很高的油脂 而且有很多的蛋白质 对于气虚贫血 腰酸背痛的人 摄取黑色食材 像是熟地 黑米 核手屋 黄金 芝麻 可补肾 黑芝麻在现代医学 有抗氧化的功能 也是一个优质的脂肪 所以另外黑豆 黑木耳 紫米 等这些黑色食材 皆有入肾养肾的功效 众医师指出如果气虚的话 可以选用人参 芙苓 黄芪 山药补气 如果是偏血虚的状况 红枣 桂圆 枸杞 当归补血 以睡眠来说的话 一般人是天气热的时候会睡不好 但是冬天如果还是有 睡眠品质不好 或是疲倦的状况 代表身体本身有一些 比较虚的状况 这时候就建议可以来增加一些 补养的中药来使用 另外有一个药膳的做法 那当然可以用手地 那用黄金 和手屋 可以做药膳机 或者说羊肉炉之类的 那我们把它煮成高汤以后 再加入我们的羊肉 鸡肉 这些药膳里面 那就可以达到我们补肾 众医常说冬天是养肾的季节 因为在传统的五行对应中 肝心 皮 肺 肾 对应春夏 长夏秋与冬季节 所以冬天与肾相对应 而冬令进补往往提到的药材 就与补肾的药有关 传统的医学有句话说 东不藏经 春必病温 代表可以趁冬季进补来收敛肾气 让来年的身体更健康 当然中医的肾涵盖着西医的内分泌系统 泌尿生食系统党 因此可以藉由进补来达到养肾的功效 中医冬季会推荐黑色的补肾食材 因为中医的五行 甘心 皮肺 肾 对应到青翅 黄 白 黑 所以肾会对应到黑色 例如河手屋 黑芝麻 黑豆 黑木耳 紫米 就是常用的冬季的进补食材 河手屋对中医有补肾养血的功效 这个时节河手屋炖鸡汤就很对食 最常见当然是天气变化的时候 造成的一些呼吸道的反应 那还有有些人是突然饮食习惯改变 肠胃也有状况 当然像刚刚说的睡眠不好疲倦 也是天气变化很常见的 中医师提醒进补也不宜过量 适量的补冬才是最重要 TVBS新闻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